欢迎大家收看晶片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敦促盟友进一步限制中国的芯片技术 在北京的预算中 科技比国防更受重视 中国与美国的人工智能差距正在扩大 我们都非常焦虑 NVIDIA限制第三方硬件上的Cuda技术 暴露了中国的薄弱环节 什么是韩国折扣 为什么会有问题 请大家收看 美国敦促盟友进一步限制中国的芯片技术 彭博社 美国政府敦促包括荷兰、德国、韩国和日本在内的国家 进一步限制中国对半导体技术的获取 拜登政府正在寻求加强现有的出口管制 以减缓中国在自主芯片能力方面的进展 美国正敦促荷兰在实施销售限制之前 停止为中国客户提供芯片制造设备的维修和服务 他还希望日本公司限制用于芯片制造的专用化学品的出口 这一努力遭到了一些国家的抵制 包括日本和荷兰 他们希望先评估当前限制措施的影响 在北京的预算中 科技比国防更受重视 南华早报评论版 中国宣布将科学技术投资增加10% 这是政府支出的任何领域中包括医疗保健 公共安全和国防在内的最大增幅 此举是中国努力转变经济并应对日益敌对的美国 及其在高科技和国防领域的盟友的一部分 美国一直对向中国销售芯片实施限制 迫使中国实现技术自给自足 根据财政部的预算草案 中国新的科技国家支出将达到3798亿元人民币590亿美元 中国与美国的人工智能差距正在扩大 我们都非常焦虑 南华早报 中国电子公司是深圳一家重要的国有芯片公司 对中国与美国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 表示担忧 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曾毅表示 尽管中国已经付出了努力 但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仍然巨大 曾毅补充说 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 中国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有可能进一步落后于美国 中国一直依赖美国芯片进口来推动技术发展 但美国的制裁限制了中国对这些工具的获取 NVIDIA限制第三方硬件上的Cuda技术 暴露了中国的薄弱环节 南华早报 中国追求芯片自己自足地努力 在NVIDIA警告开发者不要在第三方GPU上运行其Cuda软件后暴露出薄弱环节 此举可能会影响中国GPU制造商在其硬件中使用Cuda代码 与此同时 华盛顿限制向中国出口NVIDIA的先进GPU 中国GPU公司表示 此举将对其产生有限的直接影响 研究公司Andia的首席分析师苏联杰表示 Cuda在NVIDIA的生态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帮助其锁定客户群体 什么是韩国折扣 为什么会有问题 彭博社 全球投资者正在投资韩国股市 希望政府努力让公司董事会对股东更加负责 从而提高估值 韩国股市长期以来一直受到韩国折扣的影响 与海外竞争对手相比 公司被低估了 这种折扣通常归因于该国与朝鲜的对峙 但也可以归因于该国企业集团成为财阀的公司结构 这些家族企业集团通常与政府保持着融洽的关系 并控制着数百家上市公司 批评者声称 财阀人为的压低股价以避免遗产税 克服财阀的权利被视为政府改革有效的关键 韩国折扣使公司更难筹集负担的起的资金 并阻碍了长期外国投资者 韩国人自己也避免投资股票 而是选择房地产或美股 政府正在采取措施改善股东回报和公司治理 并计划在6月底前发布上市公司指南 报告称 荷兰试图阻止ASML在国外扩张 彭博社 荷兰政府成立了一个代号为贝多芬的特别工作组 以阻止ASML控股公司将其业务扩展到荷兰以外的地区 因为对该国的商业环境感到担忧 总部位于菲尔德霍芬的ASML生产用于芯片生产的光刻机 对其在该国成功运营的能力表示担忧 该工作组将解决ASML提出的问题 包括吸引外籍工人、电网拥堵和限制弹排放 此举是在联合力华和客牌总部迁往英国后 对荷兰商业环境的担忧之际做出的 半导体集团SAMI向欧盟表示 新的出口管制应该是最后手段 南华早报 SAMI欧洲 一个半导体行业组织 已经警告欧盟不要对外国投资实施额外的出口管制或规定 这个警告是在欧盟提出一系列旨在改善经济安全 并防止技术转让给竞争对手国家的计划后发出的 SAMI欧洲认为 自由贸易、伙伴关系是确保在地缘政治危机情景下 安全的最佳途径 该组织警告称 对入境投资进行过度审查可能会阻碍企业 并削弱欧洲芯片法案的潜在成功 该法案是欧盟为了应对中国和美国类似计划 而试图与芯片行业提供国家支持的努力 为什么英国股市多年来一直没有进展 因为我们背弃了资本主义 英国每日电讯 根据Arganoff Capital创始人巴里·诺里斯的说法 过去十年 包括股息在内 富时全股指数的投资 每英镑只赚了64边市 而标普500指数的投资 每英镑赚了3.38英镑 诺里斯认为 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 英国已经背离了资本主义 用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取代了公司对股东最大化利润的基本信托责任 诺里斯声称 起源于布鲁塞尔的ESG监管关注的 是对觉醒政治议程的遵守 取代了传统的治理和对股东的问责概念 诺里斯认为 英国需要重新关注利润 因为追求利润是推动经济增长和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动力 诺里斯得出结论 正是追求利润才能拯救富时指数和英国 美国认为 AMD为中国量身定制的人工智能芯片太强大了 南华早报 美国官员已通知先进威设备 AMD 其为中国市场设计的人工智能芯片过于强大 无法无需许可证销售 AMD原本希望获得美国商务部的批准 向中国客户销售该人工智能处理器 因为其性能低于公司在中国以外地区销售的芯片 然而 美国官员表示 仍需要许可证 AMD的竞争对手英伟达 NVIDIA 也不得不降低其用于中国的强大人工智能芯片的性能 以符合美国对芯片出口的限制 亚洲股市开盘前表现不一 美国科技股下滑 市场动态 彭博社 周二美国股市暴跌后 亚洲股市有望开盘时出现不同走势 澳大利亚股市微跌 而日本和香港的期货分别预示着损失和收益 标普500指数下跌1% 纳斯达克100指数下滑幅度几乎是前者的两倍 比特币创下历史新高后出现逆转 黄金也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根据摩根士丹利策略士的说法 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 在一个令人失望的预算公告后连续第二天下跌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于周三在国会作证 中国自动驾驶汽车开发商削减加州测试驾驶次数 日经亚洲 中国公司在加利福尼亚道路测试中的自动驾驶汽车里程 在2023年下降了约70% 这可能会影响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部署这项技术的能力 相反 美国正在调查来自中国的连接汽车技术 主要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在2023年 Wimo、Cruise和Zoax等美国公司在加利福尼亚的自动驾驶汽车测试公司名单中名列前茅 与此同时 Pony AI、WeRide、百度、Otox和滴滴出行等中国参与者在该州的测试中出现了下降 澳大利亚公司的巨额利润中没有明显的明目张胆的价格欺诈迹象 澳洲ABC 尽管面临一系列经济挑战 包括成本上升和潜在的经济衰退 但澳大利亚公司在2月份的财报季中报告的财务结果超出预期 提振了澳大利亚股市 虽然ASX200上市公司中有81%实现了盈利 但这是近4年来的最低水平 截至2018年12月的半年度总利润下降了35% 然而 澳大利亚最大的200家公司的股东将在未来几个月内 获得339亿澳元、240亿美元的股息 尽管消费者自由支出部门的零售商预计表现不佳 但Lovisa Nick Scali和Harvey Norman等公司的盈利超出预期 保险公司 包括QBE 发布了强劲的业绩 受益于缺乏主要竞争对手和较低的自然灾害水平 澳大利亚的矿业部门普遍表现不佳 特别是South32 其半年利润下降了92% 展望未来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的下一步举措将是股市的关键驱动因素 而地缘政治风险和经济衰退被视为潜在威胁 拜登在价格欺诈和企业贪婪方面犯了什么错误 雅虎 李克、纽曼、Rick Newman在雅虎财经、Yahoo Finance的一篇文章中表示 美国工人的工资上涨是乔·拜登、Joe Biden总统无法抱怨的通货膨胀的主要来源 为了遏制这些不断上涨的成本 拜登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 以解决白宫所谓的不公平和非法定价 例如信用卡费用和收缩性通货膨胀 然而 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是持续通胀问题的一部分 随着拜登将生产重新引导回美国 美国消费者将不得不吸收更高的劳动力成本 文章指出 当工人变得稀缺时 雇主必须向他们支付更多工资 这是自COVID-19以来发生的 预计这一趋势将持续下去 自2020年以来 工人的收入平均每年增长4.8% 纽曼指出 当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时 物价也可能上涨 他解释说 美国的生产成本几乎总是高于中国 印度 越南和墨西哥等低成本国家 因为美国的工资和监管成本要高得多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六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科技新闻 首先 美国政府敦促盟友 进一步限制中国的芯片技术 这显示了 美国对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进展感到担忧 并希望减缓中国在自主芯片能力方面的发展 然而 这一努力遭到了一些国家的抵制 因为他们希望先评估当前限制措施的影响 另一方面 中国将科技投资增加10% 这是政府支出的最大增幅 中国一直依赖于美国芯片进口来推动技术发展 但美国的制裁限制了中国对这些工具的获取 这表明中国对科技发展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对国防的投资 但是 中国与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差距正在扩大 这让中国的一家国有芯片公司感到担忧 中国一直在努力迎头赶上 但仍然难以追赶上美国 这表明 中国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需要更果断的措施 否则有可能进一步落后于美国 此外 NVIDIA限制第三方硬件上的Cuda技术 这暴露了中国在GPU制造方面的薄弱环节 中国追求芯片自己自足的努力 在NVIDIA的警告中暴露了出来 这可能会影响中国GPU制造商在其硬件中 使用Cuda代码的能力 另外一则新闻是关于韩国股市的韩国折扣问题 韩国股市长期以来一直被低估 这主要归因于韩国与朝鲜的对峙 以及该国企业集团的公司结构 这使得公司更难筹集资金 并阻碍了长期外国投资者 韩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改善股东回报和公司治理 以吸引更多投资 最后 英国股市多年来一直没有进展 这是因为英国已经背离了资本主义 这导致英国公司在过去十年中表现不佳 相比之下 美国股市的表现更好 这表明英国需要重新关注利润 因为追求利润是推动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以上是今天的科技新闻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欢迎观众们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